HELLO 我是烏龜 本部影片是以车伺服环境录制 一切内容以游戏时装之后为准 在上一部的更新快报当中 已经有跟大家介绍了即将登场的超级巨石投手 或者我叫他超级蓝胖 大家可能听得比较熟悉 不知道大家对他是不是已经有了什么想法了呢 是觉得他太强还是会觉得他太胖了呢 如果要你把他带上场出门作战的话 你会拿他来跟其他的什么部队来做搭配 上一次我跟大家分享的几场进攻 使用的部队配置是参考了从前的天使双胖猪 也顺便测试了一下新的满级野猪威力 今天我也是要来跟大家继续分享满满的进攻回放 部队配置则是选用了另外一个过去 大家常常把他拿来跟蓝胖一起当作主力的雪怪 形成了雪怪再加上超级蓝胖的组合 以前是雪怪蓝胖嘛 现在变成雪怪超级蓝胖了 我们现在就来看看这几场进攻的回放吧 第一场先来挑战一下这个回之阵 我在靠近8点的外侧下了大守护者起手 然后7点的位置是下了一只超级蓝胖 我打算要让他弹跳的石头打到内层的这个兵营 其实石头弹跳的距离是可以打到他的 但是很容易放歪啊所以没打到 蓝胖转头了之后反而是把另外一头的剑塔给打残了 所以我补上了一只雪怪 希望等一下的这个小雪怪可以帮忙把里头的剑塔给带走 蓝胖则是慢慢的往5点钟的方向走掉了 看来我应该是要放生他了 我打算要让主力部队是从七八点的这个位置打进去的 我直接下了一关弹跳 然后工程武器选用的是工程车 里面装着的是冰人 后面跟上了雪怪蓝胖还有双王之后 就开了大守护者的无敌 希望可以保护我的工程车 尽量的靠近阵型核心一点 我并没有打算要让我的蓝胖走到阵型的最中间去 因为他的石头可以弹跳三下 只要他们可以靠近阵型的中间吃到狂暴 往里面丢石头的话 应该就有机会可以把阵型核心的东西全部都打掉 哇 但是现在我的蓝胖好像没有第一时间跟上啊 刚刚在七点内侧这边有一些建筑物遗留了下来 所以现在才有几只超级蓝胖是三三来迟 但是好歹也是有跟上我的部队的 这里我下了一关隐形 保护我在阵型靠近中间的部队 然后小王是从十点的外侧进场 蓝胖则是绕着阵型的内侧 慢慢的要往三点的方向推进了 天使是跟在我的女王后头的 我的冰人在这边发挥了效果 帮我的超级蓝胖 以及阵型中间的大守护者和女王争取到了不少的时间 最后这个多体火塔 哇 我的超级蓝胖 差一点就要把这个多体火塔 还有后面的大守护者雕像都带走了 有一点可惜啊 现在只剩下最后一只蓝胖在阵型的外侧 准备要绕到三点钟这边来了 女王开了技能之后 把最后的一些重要的防御剑组打掉 剩下应该就是收尾了 我的女王借由弹跳法术跳了出来 不会浪费时间 接着一路往十二点的方向走 我的蓝胖好像没有东西可以打了 你看 他一直往前走 但是石头一直丢不出去 真的是还挺可爱的 这场进攻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看一下回放 我一共只带了五只蓝胖出门 一开始断边就放生掉了一只 剩下来的四只蓝胖 虽然不是同时进到阵型里面去的 但是他们还是帮忙打掉了很多核心的防御剑组 好 接下来看一下这场 我在十二点的外侧下了大守护者 一样是开始断边 然后两三点的外围 下了一只超级蓝胖 那搭配上了雪怪 因为这个蓝胖实在是很珍贵 所以我忍不住在蓝胖的两侧都各放了一只雪怪来保护它 希望它可以帮忙打掉更多的东西 而且也把比较靠近外围的一些防御剑组都带走 我打算要让我的主力部队是从大约一点的方向开工程车进去的 所以两三点的外侧一定要清干净才行 看起来这里是还遗留了一个训练营下来 我的蓝胖往上走了 那有机会可以把这个训练营打掉吗 哇哇哇我的蓝胖被一只X弩和交流炮打在身上 怎么死得这么快啊 这个训练营是没有打掉的 现在我在一点的外侧开了工程车进来 跟上了雪怪蓝胖还有女王之后 马上就丢了一罐狂暴 让这些超级蓝胖丢出来的石头是带有狂暴效果的 然后前方直接丢出了两罐弹跳法术 蛮王绕到了旁边 把刚刚留下来这个训练营打掉 然后再借由弹跳法术跳了进来 11点的外侧则是下了小王进场支援 这里我是非常专心 眼睛真的很大的在看着我的蓝胖 用隐形还有无敌在保护他们 一定要让他们活下来才行 最后一罐狂暴则是撑到 比较靠近对方大北营的这个地方才丢下去 现在超级蓝胖跟得过来 用冰洞动一下大北营 然后超级蓝胖丢几颗石头 应该就可以把大北营打掉了吧 哇我的冰人在这边发挥到了关键的作用 刚刚我的最后一罐冰洞动出大北营之后 是来不及让我的超级蓝胖打掉他 但是还好有我的冰人在 帮忙继续动住对方的大北营 让超级蓝胖把他给拆掉了 现在最后一罐隐形丢给了小王 我希望小王可以活下来收尾 蛮王在这边卡墙开了技能 可能也活不下来了吧 因为他的血量实在是太残了 没关系后面还有女王 以及大守护者跟小王在 女王的技能这个时候打开 哇没问题了 接下来是收尾了 诶我的两只超级蓝胖在发疯啊 他为什么在这边开墙 他开墙干嘛 呵呵好坚持的两个蓝胖兄弟啊 我还是想要再讲一次 我一共只有下了四只超级蓝胖 走到阵型里面去 但是大家可以看一下 走到大北营那边的时候 是活了几只蓝胖下来 最后这场进攻 我在十一点的位置 下了大守护者断边 然后在十点中这边 是下了一只雪怪还有蓝胖 这次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雪怪跟蓝胖 可以帮忙打掉多少东西吧 大守护者进场的这个位置 有一个非常靠近外侧的火箭 我要等大守护者把他打掉了 才会跟上天使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超级蓝胖这边有一个箭塔 他在的这个位置 如果是以前的蓝胖的话 不管怎么打都是没有办法打掉的 但是现在超级蓝胖弹跳了三次的石头 是可以把他给打掉 好现在十一点外侧 开了工程车进来 后面跟上了雪怪 等到工程车开墙了 我才跟上我的蓝胖 这跟以前使用蓝胖 有一些注意的习惯是都一样的 前方下了一罐弹跳之后 我现在在一点的外侧下了蛮王进场 发现跳了一大堆的电塔出来 所以我赶紧再跟上了法师还有小王 现在下了狂暴 在我的主力部队身上 援军引出来了 我在这边下了毒药 然后用冰洞动一下 亡灵还有旁边的投石机 接着狂暴继续的丢 我又是在睁大眼睛看我的超级蓝胖活了多少下来 一定要用法术来保护他们 第二罐弹跳法术也已经丢出来了 现在我的最后一罐狂暴又撑到了 我的蓝胖走到大本营面前的时候才丢下去 这时候配合一罐隐形 哇蓝胖一下子就把大本营给打掉了 好厉害啊 这个超级蓝胖的威力 哦 这边有一座遗留下来的单体火塔 在四点内侧的地方 而在靠近它的城墙边有另外一只超级蓝胖正在开墙 不过应该一时之间也没有办法顺利的开到这面墙 另外的蓝胖则是绕到了阵型外侧去 你看又活了三只蓝胖下来 唯一开始放生掉了一只嘛 最后走进阵型里面的是四只 这样子只有死掉了一只而已耶 你看这个超级蓝胖如果把它保护好的话 它是不是硬邦邦的啊 而且攻击距离又变长 攻击力也变高 这真的在陆军推进的部分 是可以当做一个非常强的阻力耶 大家可以考虑看看 以上就是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几场 使用雪怪超级蓝胖的陆军推进进攻 大家有没有在这些进攻当中看到了什么亮点 或者是注意到了什么我没有说出来的细节呢 欢迎留言跟我一起分享哦 今天的影片就先到这边 我们下一次更新快报见啦 拜拜